我们先让那些挂飞一会儿 换一个系列,停一停 说五弊三缺 知道我们是搞这个玄学以及跟国学接触 总而言之,道理都是一样的 合在一起,只有一门学问,就是道学 中华就是唯一道统的话 你不管什么,道理真理 本身,绝对真理只有一个 那相对的我们来到人间各有各的理 但是大道是合一的,是唯一的 那我们先说玄学这部分 搞这些的人呢,其实包括你讲道 人们都认为好像 望尘莫及,如此的高大上 要说玄学呢,如此的精微 精细微妙 好像从心一样 就是那些看不见莫不着的道理 始终在我们周围 浩斯,暗物质、暗能量 总是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 甚至 它本身就是 在遥远的将来 在遥远的将来 那个星球就会转到那个地方 到时候 到时候 地下万物 怎么样 这个状态 都受这些次长能量的影响 我们人同样 在那等着我们 搞这个 搞这个 是一个正道吗 我们现在都以为它是偏门 甚至命理学都把它定为 那这叫偏印 那叫商关 你即使成就了 功名 也给你前面加一个字 叫义路功名 有些人比较在乎结果 说成就了就好 但是更在乎名声在说 名不正嘛 它是旁门左刀 不入流甚至 是不是真的这样 那命理学都自我给它定位了 你看历朝历代 那些王公贵族 包括现在 大官显规 富商大谷 都是如此 没有不信 不敬畏这些东西 他们知道 那穷人反而很多 不以为然 包括现在 学了几天西方文化思想的 拿回来说老祖宗 没有真正接触过体验过 实际上就是不学武术 那不管它是偏是正 那你学了这个 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小众的群体 其实上头人呢 身边都有几个这样的 而且非常尊敬的 这个是在广大经为处 五十五刻左右 我们才是根本的 初心 那根弦 的牵引 规律 自然而然 比如说学了这些 这些 会不会有五臂三缺啊 指的就是观寡孤独残 那我们分别把它列出来 分析看一看 这个实际上是早先 那据说就是一个小说里面提到的 说你学了这些以后啊 就自然会怎么样 包括什么命啊 不能算啊 算了又不能改啊 这种 其实我们前面的课题都说过 那真的 是有很大的不虚 算是认为你迷信 出不来 其实我们